大家好 我是飞机的Daniel 今天我带客人到了这个 飞机的一个外岛 这个岛呢 算是离祖岛比较近的 大概开船 我们的帆船七到八节 大概两个小时 就能到这个岛屿 这个岛呢 比较大 有好几个酒店 我们现在呢 已经是登陆到了码头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不打算住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带着游客呢 就会在这走一走啊 我顺便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飞机这个外岛 普通外岛的景色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停靠的码头 一般如果你住在这个码头 住在这个酒店呢 你到这个地方来 一天晚上大概300匪到400匪 有的房间可能要几千匪啊 我们的船呢 就看就停靠在这个位置啊 但是我们因为不不住在这里嘛 花费 小孩子是五块钱 大人是十块钱 就可以登岛了 这个岛上呢 有这个 有 酒吧 超市 还有 住宿的地方 一应即全啊 这个因为这个岛比较大嘛 有的小岛的你去玩 就没有那么的设施 消费的点也不多 消费的点也不多 哈喽 布拉 布拉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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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们这里 就他们这里 非常的 这个岛呢 在这个海湾 是 特别漂亮 我上次来的时候 在这里拍了这个晚霞 哇 特别美 看到吗 前面右边那个草房子 就是 一个酒吧 我待会去拍一拍啊 嗯 我们如果 只花十块钱的客人呢 就只能在前面那个 那个地方就停下来 因为我们这个对面的那块地方呢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酒店了 因为我们上的是这个酒店 我们只能在这个酒店 这个位置待啊 看看 非常漂亮 这里呢 是他一个潜水点 有非常多的这个潜水设备 还有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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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人划船啊 嗯 但是如果你住在这里 用这个 单人划船的话 就 免费的 这里 游客非常少 好 好我们到前面那个酒吧去看一看啊 走 走 走上船山 走不到那个酒吧去刷啊 酒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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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漂亮的小沙滩,孩子们在这里玩这个沙 如果住在这个酒店,可以带孩子们 一到下午,太阳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玩 哇,好多鱼 哇,是火了 我喜欢这温柳的 这温柳的 只希望这温柳的 在这里特别适合就是喝喝啤酒 休闲的生活 待一个星期待一个月 都不会觉得烦躁 哇这个海湾很漂亮 上次我来的时候是晚上这里 晚霞在这里看晚霞 特别特别的美啊 如果大家想到斐济来 我强烈推荐到这个岛 又便宜 而且景色也非常好 而且买东西也方便 水也干净 不可挑剔啊 这里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非常的美